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没这样啊 老四 你也太不注意了 这怎么突然就倒下了 我记得是你先倒下的吧 这犯病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啊 我认为是心有灵犀 我这回病得可不轻啊 后来听说你也病倒了 你着急 我站起来了 我也病得不轻 现在知道你平安无事了 顿时神清气爽 我也能站起来了 喝着真好 喝着真好 老四啊 说实话 我是真不想死啊 尤其是不想死在你前头啊 哦 为什么 你忘了 三十年前咱俩一接经文 是怎么对天发誓的 同干共苦 同生共死啊 对对对 所以我要是死在你前头 那就是对天不敬 对你不公啊 哦 我还不能死在你前头 对 你可不能撇下我啊 而且还不能死在你后头 要死咱俩一起死 这话我愿意听 那就这样 准备手术吧 动不动手术是小事 你答应委员兄妹出货的承诺 这才是大事 出货 你瞧瞧你都这样了 还出什么货呀 龙哥 别忘了 你和委员兄妹闹翻了 是我当的条件人 我得为这边生意负责 老四啊 在兄弟情义面前 这生意算什么啊 为了实现 咱们要死死在一块的目标啊 你必须得手术 否则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就是逼我殉葬吗 你可以晚点死 我批准了 晚死 那就是背信弃义 我做不到 咱就这么说定了啊 你必须马上做手术啊 龙哥 好好好 重要的事说三遍 你不手术 我就不出荒 龙明 你的心思到底有多深 我苦心筹划这么久 把你被你给蒙骗了 你早就看穿了我 你早就看穿了我 我让你生不如死 我让你生不如死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现在可以判断 张建龙自始至终 都没有诚意 和魏元兄妹合伙出货 他采取的是拖延战术 利用一份假名单 想掏出那批货的下落 实在拖不下去了 就逼着我做手术 老陆 干脆 顺水推中 把手术给做了吧 这事再说 这事再说吧 小姐 你可以退出计划了 我要退出的话 就会引起他们的警觉 就等于起了副作用 我不希望 你用生命来做赌注 你不也一样吗 老陆 我和你情况不一样 是不一样 而您是时时刻刻 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您不仅仅要面对 张建龙魏元齐珊珊 你还要面对更强大的病魔 你能退出吗 你要能退出 我就答应你 我也退出 小姐 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你和陆海 一定要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我保证 我保证跟陆海一起看到胜利 还有你 今天我叫你陆海 陆海 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陆海 你说 保护好小姐 保护好自己 放心吧 我保证 好吧 回家吧 爸 我都答应您了 您也答应我一件事吧 把手术做了 我求您了 我求您了 我们回家吧 我想您妈了 是龙叔 喂 龙叔 珊珊 我已经出院了 恭喜龙叔 我一直都很担心您 什么时候方便 我去看望您 靳阳在你那儿吗 他不在 那就好 我就可以到你家门口了 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等着啊 要干嘛呀 不会是 来跟咱算总账的吧 那我得找人啊 听这个口气不像 咱们先礼后兵 迎客 龙叔 嗯 我最好陪着你 不需要 就凭这 我都能把他们给打趴下 哎 龙叔 龙叔 里边请 龙叔 看您这气色 不像是大病初愈啊 人风喜事精神爽 一高兴病就好了 什么喜事啊龙叔 说说呗 逃过一劫算不算喜事 哎呀 那是大喜啊 龙叔 您逃过哪一劫了 珊珊提供过金阳的 两份DNA样本 都还记得吧 鉴定结果出来了 这就是我送给你们的大礼 紧张了吧 这可是国外专业机构做出的鉴定 想不想知道结果啊 想啊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现在的金阳 不是过去的金阳 换句话说 是金阳的警察哥哥 陆海 陆海 薩了吧 鉴定报告我就留给你们了 英文的 找人翻译一下 陆海假扮金阳 说明什么问题 假扮金阳 那肯定是陆安明安排好的呀 我记得您说过 陆安明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个 深不可测的大坑 想把咱们都埋进去 没错 天下罪毒莫过于人心 现在你们应该知道 谁是真正的敌人了吧 知道了 龙叔 您是亲人 他们是敌人 若不是我明察秋毫 你们早就掉进坑里去了 是啊 龙叔教训的是 来 龙叔 以前呢 就是我们俩糊涂 我先给你赔个不是 免了 我也年轻过 年轻人嘛 走点弯路也是正常的 但不要走得太远 更不要忘了回家的路 珊珊 你怎么不吭声啊 我太吃惊了 不 是镇静 一想起你上当受骗 我就火冒三丈 秦阳这个小兔崽子 不 是陆海 居然敢欺骗我们家珊珊的感情 简直是罪大恶极 珊珊 你说她该不该杀 该杀 那就不要犹豫了 您是让我杀了她 我倒是想亲手杀了她 可又一想 她对你的伤害最深 这个复仇的机会 应该留给你 等解决了她 咱们就合伙出货 那陆安明呢 您解决她 杀了陆安明 反倒便宜了她 我要留着她 让她给陆海送葬 她已经死了一个儿子 现在死第二个 陆家就绝后了 这一趟 还有比这更惨的结局吗 解决了 轻轻松松谈话间 我就把他们变成了 做我敌人的敌人 人心险恶 这可是老关子 刚开始整一什么 假的下架名单 引诱咱们出货 咱没上当 现在又弄了一个 什么假的鉴定报告 把咱俩当作落智呢 这招叫做借刀杀人 太恶意了 还鉴定报告 英文的啊 她能看懂啊 她就一文盲 还她们报告 还英文的 我让你英文的 来了 老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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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老陆姐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到医院去看你 结果呢 铺路又空 所以啊 我就到这守树 带兔来了 老陆 你不在医院待着 跑回来干嘛 哎呀 我只是头疼 住什么医院啊 这是 撒谎都撒成习惯了 儿子 跟妈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啊 啊 妈 您放心吧 我爸他真没住院 他没说瞎话 所以刚才丁剧不是说了吗 铺了个空 这没有这么回事 没事就好 那你们先谈事啊 我去给你们做饭啊 老陆姐 坐坐坐 老陆姐啊 情况现在有了新的变化 张建龙僵了我一句 他逼着我做手术 这已经将得正是时候了 今天上午啊 局里召开了会议 经组织研究决定啊 你立即放下一切工作 入院做手术 老伙计啊 现在的形势 你不是不了解啊 你身体什么情况 我也清楚啊 张建龙和欧元兄妹 是剑拔弩张 矛盾随时会激化 爸 正是因为他们现在剑拔弩张 所以一时半会儿 肯定不会合伙出货 况且啊 那批货还处于我们的监控之下 留不出许江的 万一有变化 谁负责 我负责 你听见了没有 说实在的 陆海啊 智勇双全 可比咱们年轻的时候强多了 你啊 就卸下担子 让他独挡一面吧 我心里不踏实 陆安明同志 你急于破案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这案子啊 是需要耐心经营的 你别只想着速战速决 今天我来啊 不是和你商量的 我是代表组织 通知你 你是老同志的 要服从安排 不要和总职讨价还价 那 其他的事 总有商量的余地吧 只要你肯做手术 其他的问题都好商量 玉兰 玉兰 哎 局长让我做手术 我已经答应了 你早该答应呢 在手术之前 我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要和你复婚 复婚 行 不行 你得先把手术做了 你这 哪跟哪啊 逻辑有问题 我逻辑没问题 复婚的事 是你先提出来的 其实我心里早就答应了 只是工作忙 我没敢说出口 玉兰 我们这辈子还没活完 我们总不该 把心愿留到下辈子吧 否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得多遗憾哪 我就问一句 我要和你复婚 你答应不答应 我答应 我替我妈答应了 去去 我要你妈亲自答应我 为了我 我让你复婚了 因为 谢谢 谢谢 请 恭喜老爸 恭喜老爸 谢谢 什么情况 陆安明和他的前妻去了婚姻登记处 应该是去复婚了 复婚 靳阳呢 他也在 没缺个不少屯啊 没有 你马上回来吧 好 喂 珊珊啊 我有个重要消息要告诉你 过来一趟吧 看什么呢 张建龙派来盯咱们人不是已经走了吗 这尾巴还真多 在前面停一下 在前面停一下 等我啊 好 陆队啊 局长一直让我保护你 回去告诉局长不许跟我 走 走 嗯 弟弟 哥来看你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爸妈复婚了 我们一家人团聚了 杨阳 在我们这一家子里 有你 你的爸爸妈妈和哥哥 会一直把你揣在心窝里 你并不孤独 从今往后 咱们一家人 永远永远在一起 生生世世 不分离 儿子 你的死 撕开了许江一个贩毒集团的缺口 爸爸不会让你白死的 爸爸要用一场胜利 来告慰你的冤魂 苍天作证 龙叔您知道我是好消息呢 还是坏消息 我也说不上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陆安明和他的前妻要复婚了 我已经知道了 是吗 靳阳告诉你的 没错 没错 怎么还没死啊 金阳是我的未封夫 我为什么要让他死呢 哎 你糊涂了 他不是金阳 他是那个小警察陆寒 陆寒 陆寒是谁啊 陆寒是金阳那双茂胎兄的啊 你忘了 哦 是啊 金阳有一个哥哥 因公殉职了 陆寒没死啊 死的是金阳 我不是给你看过那份DNA监定报告了吗 监定报告我看过吗 全英文的 我当时不就给你留下了吗 我是看过 但是我没看懂 你看不懂可以找翻译吗 我是想找翻译 不过那份报告突然不见了 不见了 被谁拿走了 我不知道 要不然龙叔 您在路边上再去买一份 两三百块钱应该能搞定吧 齐珊珊啊 你想拿我开涮是不是啊 是您在拿我开涮 想跟我俏满 你得翅膀够硬 否则你飞得越高 就摔得越惨 我只是您的一个家奴 一个家奴敢跟东家叫板吗 龙叔 不陌生吧 不陌生 那就好好跟我说话 上回那件事最好别再发生 上回我活着回去了 那是你命当 那批货呢 我跟我哥吩咐过了 要是我没有按时回去 那批货就地销唤 他敢 我竟然敢来 自然做了量手准备 我也要去咕快 你去哪儿 我来 我原来 你做了 我去哪儿 进退自如啊 没错 那份禁令报告 是我在地摊上买来的 我想试探一下 你对金阳 是不是真的情人一切 很好 你果然通过考验了 没让您失望吗 没有 我很满意 陆家俩公婆重归就好 真不容易啊 不能光给他们领个结婚证 应该风风光光的 给他们举行个仪式 善善 你可是陆家的未来儿媳妇啊 是不是该表示表示啊 老陆 你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可是有点过啊 我已经下命令 对你实行24小时保护 你甩着李翔也没用 你的心有我领了 但你想过没有 张建龙的人随时都在盯着我 万一被他们发现 我成了保护对象 结果会怎样 我不说 你也明白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我能视而不见吗 我已经给省厅打报告了 让你免治治病 由李翔来接替你 老后见 你这不是让我功亏一篑吗 我想让你安心养病 安心养病 一旦我被免治 在张建龙的眼里 我和陆海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就等于是千功尽 我怎么能安心养病啊 那你想干嘛 我们这么多年了 我再求你一次 不要把我的归宿 放在病床上 我想站好最后一半岗 老伙计 你可答应我 千万别闯门了 谢谢 这件事啊 不是我故意瞒着你 是我妈对你有偏见 不让我跟你说 我理解 但他们的婚礼一定要办 我来操持 老夫老妻的 而且还是复婚 没必要大张旗鼓啊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嘛 和陆关系本来就难相处 而且你总不能让你妈 一辈子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 这是他们复婚 又不是我们结婚 我可做不了中 你就帮我多说几句好话嘛 把这件事情办了 我尽力吧 爸 我的意思啊 婚礼是要办 可是现在 是不是不具备条件 还是办吧 您想过没有 要是办的话 怎么办呢 您到时候请不请嘉宾 这件事是齐珊珊主动揽下来的 到时候魏儿和齐珊珊肯定得到场 那张道文跟张建龙 我们肯定也得请 得平衡两边的关系 再有就是您对里那些同事 不请也不合适吧 可是要请的话 这边坐着一拨警察 那边一群毒贩 这叫怎么回事 关键的问题是 到时候人多眼砸 万一一步留神 穿了帮 这麻烦可能就大了 同事别请了 请另一波 爸 这可是您跟我妈的复婚典礼 请一波毒贩子庆祝 您这心里过得去吗 过得去 我就当一次任务呗 既然要是任务的话 要不要向局长汇报一下 我已经汇报过了 他也清楚了 你和夏姐 就不用担心了 那我们这次任务的目标是什么 张建龙和欧元兄妹 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借这次婚礼 我替他们灭灭火 我都快动手术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绝不能让局势失控 听我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可以听您的 可您想过没有 我妈乐意吗 我又做回你老伴了 从今往后啊 我当家 我当家 你做主 你可听清了 我不请同事 只请卫元 齐珊珊 张老儿他们 还有一个 叫张建龙的人 他们都是毒贩子吧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鸟 那他们中间 有没有害死金阳的真凶 冤法三章第三条 不该问那就别问 我不瞒你 这次办婚礼 我只带着任务去的 你要是不乐意 咱们就不办了 累了 别难过了 不办就不办了 不 要办 而且还要办好 你心里没疙瘩 你是个老警察 我是你老婆 能陪着你完成任务 我光荣 行啊 觉悟是越来越高了 我也越来越理解你了 其实 你经常是身不由己的 记住 到那天 别见了像仇人似的 要息怒不形欲色 不就是演戏吗 你是自学成才 我可是专业出身 这多大岁数了 你说陆安明 这个时候选择复婚 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办完婚礼 就得上手术台 他是怕上了去 下不来 就算他下得了手术台 他得慢慢静养啊 我看出货这事 一时半会指望不上他了 所以得准备准备了 准备什么 给我的未来公婆准备婚礼啊 金雨兰一直看我不顺眼 无论如何 我得把他伺候好了 那你出面啊 那老女人太难伺候了 我可不露面了 到时候你得把龙叔伺候好了 龙叔也会去参加婚礼 我刚说到了你的请帖 又说到你爸的请帖 你们爷俩啊 还都你追我赶了 哈哈哈哈 我是当儿子的 我得先紧着他 回去拯告你爸 他的婚礼啊我肯定到场 手术的事 我爸说了 办完婚礼 上动手术 嗯 我心里这块石头 总算是落地了 哎靳阳 这一年来 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 我怎么没发现啊 一年前 你还是个落魄的酒吧歌手 唱着歌吸着毒 胸无大志 傻得可笑 一年后你跟过去啊 判若两人啊 沉稳老练 成熟多了 龙叔 这一年我经历了多少事 再不成熟 就烂熟熟 事过境迁 物是人非啊 龙叔 跟您说句心里话吧 嗯 说 您不也一样吗 和过去判若两人 其实我还真怀念 过去那段时光 就是你假冒我粉丝的 那段时光 嗯 我高兴了还能捶捶你的胸 可是现在呢 你说的没错 物是人非了 龙叔的胸日捶不得了 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这样吧 让什么时候有空 抽个时间 我陪您下地打两个儿 好啊 我先回去了 筹备我妈我爸的婚礼 嗯 会见 慢走啊 真会演戏啊 戏真好 可惜啊 演不了几集了 装什么文化人 专家碰头都得这样 专家碰头都得这样 有什么吩咐啊 明天啊我要去喝喜酒 婚礼现场 你必须替我解决掉一个人 钱不是问题 这种活太棘手了 我不想见 不是你是不是专家呀 太久不干大活了 手有点生 是个老头 老头啊 老头好啊 我就喜欢欺负老弱病残 嘿嘿 行了明天做干净点啊 好 你看 阿姨 杨阳 我们来这种地方干嘛呀 回去吧 妈 来之前不跟您说好了吗 您要复婚了 给您挑趟婚纱 我没心情也没情绪 走吧 妈 您可答应我罢了啊 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那好吧 去看看吧 走吧 阿姨您瞧瞧 这颜色和款式特别适合您 这不适合吧 你看 这衣服一穿 胸都露在外边 又不是狐狸巾 够你谁啊 妈 婚纱布都这样吗 白色的跟披麻袋笑死的 不好 阿姨您看看 这个颜色怎么样 这个 太红了吧 那那个怎么样 您您看看这个 不好 这也不好 嗯 嗯 爸 我跟您说啊 您可得主动配合 不然我爸爸批评您 他敢 宁兰 我们这辈子还没过完 总不能把心愿 留到下辈子吧 否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得多遗憾啊 我就问一句 我要和你复婚 你答应不答应 行行行 配合 配合 婶婶 其实阿姨承认 阿姨对你是有成见 不过以后阿姨慢慢改 阿姨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不过以后 先生 其实阿姨不傻 你对我们家金阳一直很上心 阿姨看在眼里啊 记在心上 都说善恶终有报 你对我们家金阳做的那些善 那些好 总有一天 会原封不动地返还给你的 妈 行了 行了 别啰嗦了 你赶紧挑衣扰 金阳 妈 妈能不能不穿婚纱 你就穿我自己衣服 舒服 也行 以阿姨您的身段 穿什么都好看 行 那回去吧 还省了呢 走 龙叔 陆安明的婚礼就要开始了 出发吧 爸 咱真就不回来了 我想算计陆安明 去反备他算计 从那一刻起啊 就注定咱们爷儿俩 再也回不来了 可是这个家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您辛辛苦苦赚来的 谁说不是啊 都是血汗钱呐 您这是 钱财很重要 但人活在世 还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一口气 有了这口气 人就能活 没了这口气 人就得死 就得腐烂 我所做的这一切 就是要跟陆安明 产生争回这口气 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 验过刘寒 我得留一点什么 给他们回味回味 好吧 好 已经准备好了 明天准备完标了 云兰 还记得我们 当年结婚的时候吧 记得当时 我直接冲到你们单位去 当着你们 全体人员的面 大声地说 陆安明 我要嫁给你 当时你爸就吓傻了 妹 还和当年一样漂亮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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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 今晚那是假模假式的婚礼 委屈你了 不委屈 只要能跟你们在一起完成任务 我很开心 答应我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要趁得住气 你放心 我是警察的妻子 我也是警察的妈妈 不会给警察丢脸的 妈 爸 星期晚上到场这些人 肯定不会真心地祝福咱们 但是 我们不稀罕他们的祝福 只要有儿子的祝福 我就很开心了